这就是蓝红的妹妹蓝蓝 给我发的微信 你要听一遍吗 首先 她就表示了对我的感谢 而且请我谅解 而且希望 得到我更多的建议 那么你打算 给出什么建议呢 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 蓝蓝女士 首先呢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干什么你啊 先说给我听听 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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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是 从今以后咱俩各干各的 谁都不管谁 我不是这个意思 咱俩是搭档 我应该知道你要干什么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 我要怎么做 好 既然你不愿意让我知道 请变了 我没有说不愿意让你 我不想知道了 但是请你给他发文字 不要让我听电 你必须听 我不想听 不感兴趣 我不管你感不感兴趣 这是工作 我们俩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要同舟共计 你听着啊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 首先要想方设法 找到孙浩瀚所在的医院 然后直接过去 第二点 就是要及时地掌握 孙浩瀚目前的病情 第三点 你见过孙超越吗 什么意思 你不会不知道孙超越是谁 我当然知道孙超越是谁 他是 你前一位婚期的小叔子 他是拖欠你律师顾问费的 浩瀚超越集团的总裁 可是他哥哥才是董事长 你见过他哥哥吗 当然没有啊 你说他这么理直气壮 我还以为你见过 他太太都见不着的一个人 我到哪儿去见他呀 那这么长时间 你是在跟谁联系的 公司法务 那你为什么不让公司法务 联系你们俩见面呢 因为法务总监是蓝红 他不允许 法务总监是总裁的嫂子 总裁是法务总监的小叔子 两个人面和心不和 和你这么长时间 不停地给人家公司发律师函 连人总裁的面都没见过 这有什么新鲜的 人家是一公司的总裁 对吧 又不是公园门口的大石狮子 你想见多见 喂 李娜 喂 谢谢说话方便吗 何赛律师在我车上 你说 孙超越最近半年的日程 都是满的 但是我知道他每周的今天 刚好打网球 我跟他的网球私教刚好认识 他是极客上 网球俱乐部的红人教练 太好了 那麻烦你跟你的私教说一声 也帮我约一下场地 刚巧今天我也想去打一场 已经约好了 今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你们会碰到 待会儿就把地址发给你 谢谢 会打网球吗 什么意思 带你去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 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 跟会不会打网球有什么关系 因为石狮子 又去打网球 石狮子都是鬼 你是说去找孙超越 加九分 如果直接反映出来去找孙超越 就是十分 我们可以直接就去找他 简一分 因为这样会出卖力呢 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假装去找他 然后在那儿邂逅加十分 再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总 幸会啊 我是全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我叫何赛 我们之前认识吗 我替你们公司打赢过官司 我们公司啊 从来没有输过任何官司 是这个史上汽车赔偿 最高额的那个案子 神返转的那个 一千六百五十万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不认识 官哥呢 怎么了 没事 我们接着打我们 我们俩打一局吧 如果你赢 你原本该付我们的一千六百五十万 法律顾问费 我们可以不要 我赢 你们就必须履 那你可惨了 你大概不知道 我们孙总是专业级的吧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 我要是不跟我哥做生意呢 没准啊 我现在靠这吃饭呢 巧了 我也是 本来我也是可以靠网球维生的 但是后来不幸学了法律 只能靠打官司维生了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是 什么一言为定 我有一第一比三第二啊 他命不履约的话 咱可以告他 一告就一个准 咱别这么意气用事行不行啊 坐下 好 等着烧钱吧 不是 我才能够倒不到 你也能够到 我才能够到 我才能够到 那个地方 我才能够到 你也能够到 我才能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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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你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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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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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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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看 谢谢 到家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好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有件事我觉得电话里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觉得亲自跟你说比较好 出什么事了 蓝红老公走了 喂 喂 罗编 我刚才接到蓝蓝的电话 说她姐已经接到正式的通知了 说孙浩瀚已经去世了 蓝红当时就晕倒了 我现在正往他们家路上去呢 好 我太多了 我太多了 她很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要专门到电梯口来迎我 封印今天脸色不太好 那他肯定是有听到 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了 他一来就问问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他不会占用我一整天的时间吧 反正他让我把你今天的安排 都取消或者给戴希 戴希呢 他还没有来 我都到了 我的助理还没来 他可能是去 他一来就告诉他来找我 他怎么了 你今天最要躲得远点 来 今天一早 光瑞给我委婉地表示 他们不打算做禁职调查了 说理由了吗 就说先缓缓 高层有分歧 我去跟他谈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 您希望呢 立刻 马上 现在 是孙艰 箱子 非常多虚 人家都来给他 空心 你一定要给我 人家家 我视频 我看小媳妇 就问他 你出院了 你去招下吧 说三道四 我不能容忍 他们跑到光瑞那里 说三道四 挖墙角 放心吧 我跟光瑞的关系 亲如兄弟 他们挖不走 主斗 燃斗 齐 曹皮和曹芷也是兄弟 是亲兄弟 不是如兄弟 帮我约一下光瑞 看中午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如果他说中午已经约出去了 怎么办 你最好直接去他办公室 别约饭 那你问一下 他在 我已经问过了 他一天都在 谢谢 麻烦帮我跟我司机说一声 车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给你看 我真的对你 在哪儿 帮我们给你 解释垮 是 身材 我 是 我们的 我 我 ……………… 官生 你能不能 别这么走来走去的 走得我头晕 咱们是多年的兄弟 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 你想换掉我们 行 昨天有人跟我说我还不信 我还觉得完全不可能 我不是不相信你 那是因为什么 我听说你们律所走了批人 我没走 你还是我负责 我比我是个理工男 我很单纯 我只负责业务这块 其他的事我不懂 我也不想知道 但即便是我这种人 我都听说你们律所的丑闻了 什么丑闻 给我装 你们老大的丑闻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那全是谣言 怕在人家姑娘家喝多了 然后什么事都没干 第二天早上起来 姑娘没在家 她自己就走了 你信吗 这样 你一会儿上我的车 我把你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给你喝点东西 你就信了 好 即便我相信你 但你们老大出了这么大绯闻 公司走了那么多人 都是些无足轻重 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顾洁是创始合伙人 他都走了 光瑞 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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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考虑其他法案 是关于禁止调查 还是关于换掉我们 对不起 出事了 出事了 我知道了 我正在跟蓝蓝沟通 蓝蓝 蓝红的妹妹 也是她的助理 她正委托我们帮她调查 她姐夫公司的股权变更 跟她们签代理协议了吗 还没有 那她还不算是我们的客户 不 不管她是不是 我们的客户 我们必须优先 我来事想提醒你 顾洁 她对你的客户也下手 以美将 这不可能啊 我们昨天晚上 还在沟通续约的细节 如果没有百分之九十九 以上的把握 我是不会站在这儿 和你说这些的 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呢 如果是百分之百 我也没有必要站在这儿的 你必须说服你的客户 和我们继续续约 虽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一定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在这地站 这儿呢 等会儿带信来了 你就问她 问她昨天晚上去谁家了 孟小雨家 脑子是不是又坏了 孟小雨 昨天那胖姑娘叫孟小雨啊 我说看着怎么有点面熟呢 你认识不着羽啊 你认识不着羽啊 我在电梯间看见他们俩了 那胖姑娘还给我打招呼 不过我当时没认出来她是谁 孟小天 以美加单子 我一来就跟他们法务联系过了 他们是不是说 他们要走流程 对吧 我是问你 你什么时候交给他们的 他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 全部流程 我从昨天忙到了半夜 你不要跟我从昨天半夜说起 你就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发给他们的 凌晨发给他们的 你跟进了吗 我跟进了 我一来律所就跟他们法务 打过电话了 我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问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你说得太啰嗦了 你告诉我 结果 结果就是 他们说不需要改啊 那就赶紧签约呀 他 他们说不需要修改的意思 是 是什么 是什么 你说呀 他 他们 他们说顾绝老师给的价格 更有 更有竞争力 你别吵了 我 我 何大老师 这件事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不是因为合同的错误 才不跟我们签的 他们是因为这件事 因为你太无能 我都不知道我错哪儿了 你就从来没有对过 你们 你们所有人 立刻联系你们自己的客户 不管是打电话 发微信 还是登门拜访 要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不能再丢掉客户了 谁要是再丢失客户 谁就给我走人 一个别人 或者说什么 就要受罗宾 在参差 肯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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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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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肯定的肯定是肯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彩老师 你好 早上好 怎么了这是 谁啊 罗丁老师 你老大出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比走的时候脸色还难看 你躲着点啊 拦都拦不住 你知道人家什么关系啊 你的意思是 昨天戴希去了罗宾家 你怎么知道的 那戴希去罗宾家你怎么知道的 不信你问他 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 我去见客户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 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 所以 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 我跟您拍 stays 那说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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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